我们生活在文明里 如果没有适当的运动 人很容易生病 生病自然就是要去看医生 但是看医生吃药之外 你还能怎么帮助自己赶快的好起来呢 林春福老师说 健康在于观念 观念很重要 到底是怎么做呢 让我们来听听养生达人 林春福老师怎么说 我们又见面了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叫做被动式的养生 怎么样叫被动式呢 为什么要被动式呢 很多人说运动主动的不是更好吗 其实本身来讲运动很重要 放松更重要 如果你没办法放松 如果你没办法运动 尤其老年人 有慢性病的 是有中风的 退化性关节炎的 高血压的 行为功能不好 走个路就气喘吁吁了 怎么样运动呢 运动是年轻人的运动 但是呢 有病的人或老年人 或是筋骨僵硬的 或是退化的 或者是懒得动的 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都要靠被动式的运动 才能把你的健康找回来 其实很多人说 老师老师 你教这个被动式的运动 很好 但是呢 是不是自己运动会更好 那这个选手呢 是不是他们都不用被动式运动 其实本身来讲 被动式不是懒人运动 所以很多人都把它定为懒人运动 其实这不是懒人运动 你是一个运动员 你更运动完以后 肌肉僵硬 肌肉过度的使用 过度的训练的时候 你一定要放松 那放松呢 一定要靠被动式 被动式才能真正的达到 深层的放松 所以呢 我们要讲的 被动式是符合现在 所有的全民的运动 尤其需要被人家长照的 这些人更需要 尤其肥胖的 尤其酸痛的 尤其有各种慢性病的 更需要透过被动式的运动 那被动式呢 它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 第一个 它可以从头到尾 从内到外 可以能运动 还有拉筋 达到深层的运动 深层的放松 深层的拉筋 所以呢 躺的时候 放松的时候 我们的交感 副交感 最容易平衡 所以呢 我们一般 所有的问题 都是属于失调而已 都是什么 我们的主抗过高 什么叫主抗呢 主抗就是我们的 身体 肌肉 肌肉 僵硬 形软不良 称为主抗 所以筋骨硬的时候 就是主抗高 所以刚出生的 这个婴儿呢 他的头 他的脚可以拿到 头的后面 他可以劈腿 这个时候呢 就是最重要的 他的主抗很低 那主抗怎么来的呢 主抗就是喝冰水 主抗就是熬夜 主抗就不喜欢运动 主抗会那么高 就是有的暴饮暴食 没有透过伸展 去保持低主抗 又喝冰水 又吹冷气 又不运动 水分又少 水又喝不足 糖又吃太多 造成体质酸性 造成主抗过高 造成了高血压 造成了糖尿病 造成了癌症 造成了莫名其妙的 免疫系统的疾病 这一些都是怎么样 都是错误的观念 还有呢 没有达到放松 所以很多人在问 老师老师 养生什么时候 来养生最好 我说有人说冬天 夏天 春天 都不是 真的养生 是从出生那一天起 就要开始养生了 为什么出生那一天起 养生呢 出生那时候 他本身婴儿呢 他是低主抗 所以我们每一天 只要把婴儿的脚伸展 保持他的柔软度 他就会低主抗 就不容易生病 只要高主抗的时候 那身体就是亚健康 就容易酸痛 不灵活 那到老的时候 几乎都会有病痛 都有各种慢性病 如果呢 又透过了饮食 吃了不该吃的食物 像水果 果汁 加冰块 吃冰 这些东西 都是会造成 我们的主抗过高的 会造成我们身体 产生大量自由基的东西 所以冰是吃出来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 让被动是 什么叫被动呢 被动是 你躺着 只要摆个姿势 所以你躺着 就等于在跑步了 等于在跳绳了 等于在游泳了 等于在骑马了 等于你在练外单弓了 还有做瑜伽 躺着摆个姿势 就可以达到这样 所以这个是被动是运动 是未来 养生的新趋势 我们要全民 要动起来 你没办法运动 那你就要靠着被动式 来养生 来找回健康 但是很重要 运动还是要的 饮食还是要改变的 你有失眠打呼吗 你失眠翻来覆去的 我怎么睡啊 你打呼呼声震天 我要怎么睡呢 我陪你搞得整晚都没睡觉 我没办法睡 我烦死了 你有痠痛 一定要冲筋 商品满意保证 每组2980元 现在购买 赠送价值3800元 健康好礼 避免失眠打呼 KO痠痛松筋 我们最好的选择 所以呢 我跟大家探讨的 这些都是所谓的 因跟果的问题 你如果要健康 比方说你运动完以后 又喝冰水 运动完以后 又贪凉 那就不可以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 跟大家聊聊 这一个所谓的 被动式的运动 那被动式运动 为什么可以达到 改善睡眠呢 改善痠痛呢 甚至改善各种慢性病呢 因为被动式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运动过程呢 身体会产生 一氧化氮 它会软化血管 所以活化细胞 所以本身来讲 你如果有办法 每一天去运动跑步 每一天让它流汗 每一天拉筋 那你本身 你身体就会产生 一氧化氮 那流汗也会排毒 透过被动式 因为运动人 我要刚才讲过了 老人家怎么运动 连走都走不稳了 你怎么运动呢 所以呢 运动 我们要讲的 老人家阳气不足 老人家筋骨僵硬 内脏都没办法达到共振 让我们身体活化起来 所以呢 透过这个被动式的运动 被动式 它里面呢 有眼红外线 有热能 可以排喊排湿 还有运动 所以本身来讲 只要你透过 简单的方式 那才能让你 简单的活出健康 所以我现在 也一直教导 怎么样自己 在家里 走路的时候 常常垫垫脚 坐下来的时候 也垫垫脚 或拉拉筋 能站就尽量不要坐 能走 尽量去走 但是呢 我们要讲的 总归一句话 正确的饮食 还有呢 保持 保持我们的 阻抗 低阻抗呢 我相信 我们都活得很健康 所以被动式 是符合全民的 符合全人类 促进健康 最简单 最有效的方法 尤其 如果家里有老年人 有慢性病 没办法运动 循环不良 那不妨 可以透过被动式的方式 来尝试这种被动式的方式 也许 它会 有奇迹的出现 我们 当子女的 当家人的 当朋友的 当你如果没有 不懂的时候 那你 一直看医生 当你懂的时候 看到这个讯息 你不妨 尝试看看 我相信 你会觉得 很惊讶 因为这个被动式 已经几十年 甚至已经上百年了 现在 科技 科学 都印证了 这个被动式 律动 水平 律动 还有温热疗法 都可以 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 所以 本身来讲 在这边 有透过 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有不了解的 大家可以 一起来交流 那今天呢 被动式的养生呢 就跟大家 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 再见 谢谢 听完了养生达人 林春福老师的 这一段健康讲座 希望您能把它 好好地记住 并且体会 以及应用 当然 别忘了 一定要帮忙分享 让健康事 大家都受益 我是周婷婷 祝福大家 健康平安 自古以来 人类都在追求 生命的奥秘 寻找 养生 延寿的秘方 现在 全新世代的 养生方法 已经诞生了 促进人类 健康的新发明 多功能 松筋 气动床 以水平垂直 交互共振原理 同时进行 拉筋 松筋骨 被动式的 全身深层运动 达到 按摩瑜伽 骑马 运动的效果 帮你运动 你运动不到的地方 加上远红外线温热作用 促进 气血循环 让你 通平舒畅 享受健康 21世纪床上运动 日行万步 不是梦 躺着享受 深层按摩 骑马 跑步 游泳 瑜伽的运动效果 多功能松筋 气动床 健康达人 林春朴老师 诚挚邀请 全民保健 取代全民健保